第0811章 我的娘子居然是先帝 这是一道毁灭天地的剑光 还没斩下来 那等坟灭一切 融化万物的滚滚热浪 就轰然笼罩下来 刹那之间 天地化作轰炉 一片光芒 就连人先也感觉到 一种神魂肉身如同蜡烛 好似被耗日直晒 当场消融的痛苦感觉 长生界的外围 不知多少星云 星系在这一刻轰然爆炸 化作巨大光团 灰烬 宇宙生灭 只在这一万分之一的瞬间 恐惧 这是真正的末日降临 这一刻 长生界万物生灵发出哀鸣 天道也在悲泣 下起了血色大雨 虚空之中传出一阵阵清脆冥想 仿佛敲响了丧钟 就在这时 缠绕在路前左手手指上的万劫情思 突然解开 往上飘去 鸟鸟之间 一个曼妙 恶罗人影凭空浮现 只见她身披绿沙 一头挤腰秀发 稳如瀑布 赤足玲珑 脚上还带着一串精灵道 冰激雪敷的 稀看之下 此女约末二十六七 一张国色天香的绝色脸庞 眉毛似弯悦 嗯 你是 那道斩下来的火焰剑光芒的一顿 似乎看到了绿沙女子的出现 传出一声惊疑 娘子 路前望着绿沙女子的背影 也不禁惊疑一声 绿沙女子闻声 缓缓扭过头来 面容冰冷无情 双眸散发出来的冰冷 更是洞彻神魂 这让路前太熟悉了 尤其是那朝夕相处的绝美脸庞 更是让人心神摇曳 这是她的娘子 方悠雪 只不过 这方悠雪 冷冷看了路前一眼 忽然抬起袖手 朝路前轻轻一弹指 滋 一点残痘大小的乳白雷珠 凭空凝成 朝着路前积舍而来 速度快到了极致 根本没有让人反应的机会 扑呲一声 久缠不灭金深境 不死惊 泛魔真身 要是琉璃宝顶身 四重防御 净时瞬间被破开 雷珠直接洞穿路前的肩膀 碎灭了上万的流光晶体 我乃仙庭红天仙帝 虽然你得了我的万劫情思 但你不过是下界一个蝼蚁尘埃 若是你再敢无礼 我便杀了你绿杀女子冷朗道 杀一森然 这是怎么回事 路前脸色微变 转头望向一旁的风云 在场之人也是一脸猛逼 但是 在这女子身上 她们感受到极大的恐惧 是言自本能的畏惧 连大口呼吸都不敢 此时的风云笑容带着一丝得意 真没想到啊 你居然真的成了先帝 你居然真的会为了你的万劫情思 分身降临 很好 很好 说起来 我们也有好久不见了 我亲爱的师姐 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你可又天天挂念着我 师妹 我可是天天想着你呢 师妹 你这是在找死绿沙女子 目光冰寒 嘿嘿嘿 师姐 你现在已经被拖入局中 再也抽身不得 原始大地和混沌天地的争斗 不死不灭 你选择站哪一方呢 风云幸灾乐祸地笑着 绿沙女子弹冷道 原始已灭 仙庭在混沌天地的带领下 即将重生 众仙归位 师妹 你再不回仙庭 恐怕你的位置真的没了 那就真的深宵到远了 是吗 风云笑得很是诡异 这时 那道火焰剑光猛的一收 化作一尊巨大的火焰天神男子 降落到仙庭之门前 朝着绿沙女子功身一拜 无奈火地真君 混沌天地坐前三神将之一 拜见红天先帝 退去吧 绿沙女子转头 望着火焰天神男子 浑身散发出无法形容的尊贵之气 这火焰天神男子 迟疑了一下 一拱手 天地有令 剿灭原始大地的魔徒 树难从命 你居然连我也不放在眼里 绿沙女子 神色已冷 声音透着几分寒意 不敢 无止听从天地之令 火焰天神男子 在一拱手 脸上没有一丝惧色 哦 那你就是想要跟我动手了 也好 混沌天地三神将也该少一个了 绿沙女子冷谋一鸣 浑身气势缓缓散开 大寨一触即发 火焰天神男子直起身来 浑身赤红火焰燃起 毫不畏惧到 若是红天先帝分身降临 吴自然退去 只不过 仙子现在是借一个侍女的神念 降临此间 吴胆敢请教 红天先帝是你的高招 听到这话 绿沙女子神色已沉 陆全听得有些迷糊了 转头望向风渊 这女人难道不是红天先帝 风渊传音解释道 是红天先帝 只不过 降临的是她的侍女而已 她只是通过她这个侍女 默默注视着 不过也难怪 我这师姐向来谨慎 这次被我坑进 原始大地和混沌天地的争夺之中 自然不会贸贸然地亲自下场 跟混沌天地撕破脸面 派个侍女来试探一下也正常 只不过 等下动起手来 只能是这个侍女打火地真君 打不打得过 还是两说而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人不是你的优学小娘子吗 怎么突然跑出来了 她肚子里还怀着你孩子呢 这时 身旁的祝清堂不禁开口询问 小脸蛋上满是疑问 大长老 还有一众长生界人仙 目光惊疑 齐刷刷地望向路前 路前一时之间也解释不清 哼 区区一个三神将 既然你如此不失好歹 那我就帮你从三神将之中除名 忽然之间 绿沙女子冷哼一声 浩白手腕一挑 脚上的那串精灵当解开 飞起来 在半空旋转一圈 猛地击射出去 清脆的铃声随之响起 火焰天神男子 脸色微微一白 抬手一抓 五指之间 喷射出亿万道仿若实质的 精芒剑光 每一道精芒剑光之内 都蕴含着 极度压缩的恐怖火焰 比之净连夜火 还要恐怖万倍 爆发出来 足以坟灭宇宙八荒 扑哧扑哧 只听得 剑芒呼啸而过 直接洞穿铃铛 将其打得千疮百孔 直接融化作一片金雾 凭空消失 紧接着 精芒剑光暴掠而至 铺天盖地的轰射 在绿沙女子身上 拨得一声 绿沙女子随着那些 剑芒如泡沫般碎灭 重新化作一缕青丝 飘了回来 缠绕在路前手指上 路前再度满脸问号 立刻转头问道 你不是说那个 红天仙帝在仙庭 已是独霸一方的存在吗 就这 这怎么可能 难道他不担心 他情节爆发 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这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风云也是一脸猛逼 显然 眼前发生的一切 根本不在他的预料之内 原始魔徒 死 这时候 火焰天神男子 弄了一下 没有半点迟疑 一抬手 五指张开 就要朝路前喷出剑芒 慢着 路前一看 抬手寒指道 你还有什么一眼 火焰天神男子 威严无比地注视着 其实 我是卧底 路前神色肃然道 我是特意修炼原始魔精 想要借此找出同样修炼原始魔精的 岩石大地云孽 将它们一一铲除 另外 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嗯 火焰天神男子 眉头一动 路前深呼一口气 一字一字吐道 其实 我是混沌天地的 爹 最后一个字还没落下 轰的一声 原始魔气暴动 它的身躯 在阵阵泛阴之中 无边魔气喷涌出来 大手一抓 事先攻灭神剑握在手上 在亿万分之一个刹那 搭攻引剑 拉成满月 崩 随着一声 炸裂百万星辰的暴鸣 弓弦乍响 血色长剑 猛地暴射而出 古老巨大的形台 浮现出来 无比的凝食 血迹斑斑 滚滚怨魂怨气 从形台之内涌出 化作锁链 将火焰天神男子 捆绑在形台之上 然后 长剑破空而来 猛地贯穿了他的胸膛 灭神之力轰然爆发 剑身之上灌注的 三十亿七千二百万的 原始魔气 如同大坝决堤 狂泻出来 吞噬火焰天神男子的仙气 刹那之间 火焰天神男子 浑身磨气汹涌 上 一起干掉他 路前爆喝一声 扶下一颗疗伤仙丹 体内三十亿多的流光晶体 瞬间再度充满钢气 然后 没有迟疑 就要一拳轰打出去 在这同时 大长老 祝清堂也都运起钢气 准备祭出最强一招 击杀眼前的火焰天神男子 轰 一团赤白火焰砰的一下在形台上炸开 泯灭了所有的原始魔气 那尊威严肃杀的火焰天神男子 再度浮现出来 脸上有森森杀意 原始魔徒果然狡猾 刺八 化落 两道火焰见光 从他双眸之中喷出 一闪而已 就出现在路前眉心 下一刻 就要斩入脑海 将神魂泯灭 第零八百一十二章 仙子请自重 谁敢伤他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清喝从仙庭之内传出 伴随着声音 清光如光阴之剑 从时光长和尽头 击射而来 一下子出现在路前面前 轻轻一脚 便将两道火焰见光剿面 抱作点点火星四散 又是谁 火焰天神 男子脸色微变 话音未落 清光闪烁之间 走出一个身披白袍 银发如雪 两耳尖尖的美妇人 挡在路前生前 她面如芙蓉 气质甚是雍容华贵 一出现 便伸手手来 摘下盘着发际的彩玉金簪 在身前轻轻一划 顿时 一道银河凭空划出 横灌在火焰天神男子 和路前之前 拜见汉海神母 奇怪的是 火焰天神男子 看到此人的出现 立马面露静意 单膝跪地 无比郑重的跪拜 还不退下 白袍美妇人居高临下 冷冷吃到 这天地有令 火焰天神男子 抬起头来 面露南色 滚 白袍美妇人 毫不客气地训斥 犹如富贵人家的主母 训斥下人扑翼一般 是这位天地坐前三神将一听 浑身抖了一下 猛得拱手一败 随后直接转身飞起 冲入仙庭之中 不见了踪影 竟是直接走了 眼前的这一幕 大大出乎众人意料之外 路前刚想拼命一搏 看到如此变化 微微一愣 转头望了一眼风渊 用眼神问道 这人又是什么来路 刚刚还在震惊猛逼的风渊 此时仿佛想通了什么 朝着路前诡异一笑 没有说话 还没等路前继续询问 那位白袍美妇人扭过头来 脸部轻移 来到了路前面前 冷冷盯着路前 众人皆是一惊 而咋 他在盯着你呢 一旁的祝青堂摇了摇路前的手臂 连忙提醒道 多谢汉海神母救命大恩 路前回过神来 神色一正 拱手败谢 若是没有这人的出现 不光是他 整个长生界都得凉凉 看来 还是得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飞升先庭 报仇雪恨 神母白袍妇人美眸一眠 神色微冷 声音透着嘶嘶寒意 莫非是对这个称呼不满意 又或者是觉得不敬 路前心中惊疑 又拱了拱手 不好意思 多谢汉海仙子的救命之恩 不慎感激汉海仙子 白袍美妇人听了 神色更是冰冷 敢问仙子姐姐 这有何不对 路前迟疑了 哼 以前仙庭圣池玉桂树下 一起看银河的时候 你叫妾身小猪猪 现在一转眼 你就叫妾身仙子 你这父亲薄情汉 白袍美妇人目光 骤然变得哀怨 但更多的是痴恋柔情 顿时 无数道异样目光 扫射在路前身上 震惊的 羡慕的 敬佩的 冰冷的 不一而是 身旁的筑青唐 更是崇拜之中夹杂着一丝丝忧伤 惊叹 他这儿杂好像娘子有点多 怎么到哪都冒出一个 小猪猪 路前汗毛一束 瞳孔微微一缩 不经意瞥了旁边的风鸢一眼 扑呲 风鸢扭过头去 却是笑出了声 立刻 白袍美妇人的目光 如刀剑般射到她的身上 不好意思 汉海神母 我只是想起了以往在仙庭时的开心日子而已 啊 差点忘了 我该回家生孩子了 再会风鸢说完 背着小手 身形晃动几下 就直接离开了 众人听到她的话 顿时会议 齐刷刷拱手败道 陛下 老师还有要事处理 有缘再聚 阿弥陀佛 老那回去抓妖了 路盟主 再下着就去整理正义道盟的商行商务 十日之后 定然会给盟主一个满意的结果 扑儿 我们走 回北越宫 别打扰路盟主的好事 眨眼之间 众人溜得干干净净 就连住青堂 也被大长老拉了开去 连同一众目录八卦之火的大罗圣地旋女 回到了大罗圣地之中 整个星空银河 只剩下路前 还有这位白袍美妇人 这位仙子姐姐 你可能认错人了 路前回过神来 脸色淡定 倒也不卑不亢 微微一拱手道 不白袍美妇人 谋中万般深情 如水宛柔 落在路前的脸庞上 虽然你的眉眼 鼻子 嘴巴都变了 变得没有那么净翘 不过 妾身还是记得你 你是原始大帝 是妾身牵挂一万年 该杀千刀 零迟万次的冤家说话之间 他轻抬后月般的袖手 扶在路前的脸庞 摩缩着 这般轻易状态 让路前还是有些不习惯 退后了一步 肃然拱手一败 这位仙子姐姐 你确实是认错人了 我只是修炼了 原始大帝的原始魔精而已 并不是原始大帝 也绝对不是他的转世之身 而且 我还是有父之父 还请仙子姐姐自重 不 你是原始 只不过你还未觉醒而已 白跑美妇人上前一步 谋中依然柔情似水 妾身在仙庭 足足等了你三十一年 你这冤家一点消息都没有 幸好这次红天仙帝 传了消息给妾身 妾身才找到了你红天仙帝 这个女人 是因为红天仙帝才出现的 她被红天仙帝坑了 这是路前的第一感觉 她被坑了 下一刻 路前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微变 她若是原始 那么 原始的恩恩怨怨 就会报应在她身上 等日后到了仙庭 她估计一天都撑不下去 这个锅 万万不能背 于是 路前神色一正 无比肃然一败 这位汉海神母 在下是路前 是赵玄姬的儿子 大前皇帝 正一道蒙蒙主 虽然也是长得玉树临风 一身才华 满腔正气 但是 绝对不是原始大帝 还请汉海神母明见 你难道就这么不想见到妾身 要与妾身断了这情缘吗 然而 白袍美妇人一听 立刻面露安怨之色 垂下针手 抬袖掩面 一副渲染玉气的楚楚可怜模样 不 我真的不是 我若是原始 那我就是 孤儿 路前无比认真的 当场向天发誓 白袍美妇人一听 猛地抬头 笑颜绽放 你还说你不是 你以前骗奴家的时候 却经常拿这句话来发誓 结果 你还真的是孤儿 爹娘早就死绝了 路前神色一将 无话可说 最后 她还是正了正神色 万分认真地盯着美妇人 一字一字道 对不起 虽然中间有些误会 但这位神母大人 我真的不可能是原始大帝 我只是机缘巧合之下 修炼了原始魔精的人而已 这原始魔精 还是我从一个仙人尸海手里夺过来的 你要找的原始大帝 说不定线索在那仙人尸海身上 嗯 你真的不是 见路前神色如此正宗 一点不似说谎的样子 白袍美妇人不由的脸色微微一变 我真的不是原始大帝 路前再次认真说道 是红天仙帝搞错了 又或者是我看错了 白袍美妇人 神色惊疑不定 突然一冷道 好 我且看看你的前世今生 看看你是不是原始大帝 说话之间 猛的缩小成一道清光 修了一下 就顿入了路前眉心 丁 探查到入侵者 启动防御中 入侵者过于强大 启动幻境模式系统提示 直接响起 路前心中一惊 就看到自己的侠一直 哗啦啦的往下掉 眨眼之间 就没了一千万 侠一直直接变成负的 而且 消耗的速度还在暴增 几下功夫 就负了十个亿 你还说你不是 不过还好的是 三夕之后 那道清光从眉心钻出 盈盈一转 再度显露出白袍美妇人的模样 笑颜如花 妩媚多情 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 只不过 系统屏幕上 已经负七百多一点 狭义直了 看得都让人心痛 不 我不是路前撕前想后 决定还是不接这个盘 主要是这个盘派大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扛不住 接了必死无疑 好好好 你不是白跑美妇 伸手过来 替路前整理衣冠 脸上显露出一种情人之间才有的温柔撒娇味道 不过 你放心 混沌天帝那边切身会替你挡着的 他不会找你麻烦的听到这话 路前瞳孔一缩 某种闪过一道精芒 他若是继续否认 眼前的汉海神母转头就走 混沌天帝估计还会派人下来 灭了长生界 所以 路前神色异正 目光眺望无尽星空 辟逆宇宙 没错 其实 我 就是原始大帝 第0813章暂时的分别 声音传开 星空宇宙似乎震了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路前心中惊疑 但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度过眼前这关再说 冤家 你真是调皮这时 白袍美妇人娇称一声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下一刻 她的身躯开始闪起荧光 逐渐变得透明 虚化 看来这下界还是不能待太久 冤家 妾身该回仙庭了 你帮妾身将这个簪子插回去吧 白袍美妇人也眸灼灼如火 又有蕴含一壶柔情似水 手里的那根雕刻精美的凤差玉簪 轻轻地递到路前手里 好的 仙子路前安自松了一口气 拿起凤差玉簪 小心翼翼地插回她的非仙发际之中 还有呢 白袍美妇人昂起七双赛雪的芙蓉面旁 某种满是期盼 恶 还有路前有点不明白 唉 你这冤家 连这都忘记了 白袍美妇人悠叹一声 俯身过来 路前下意识地躲避了一下 这一躲 让白袍美妇人面露哀怨 被齿轻咬到 你这冤家 果然是喜新厌旧 不过 这一次妾身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的 话音落下 一招手便从虚空中抓射出两道人影 一个是祝清堂 一个是大长老江浮生 妾身在仙庭等你 你若不来 你这娘亲 恐怕就得陪着妾身孤独终老了 白袍美妇人身形飘起 向着仙庭之门飞去 哎哎哎 我怎么飞起来了 祝清堂起初还一脸迷糊 等反应过来 已经靠近仙庭之门 便朝路前大喊道 儿子 娘帮你存了三百多万元石 都放在你床底 都是你的私房钱 路前 大罗圣地便托付给你了 大长老朝路前点点头 传音度来 下一刻 仙庭之门轰隆打开 白袍美妇人 祝清堂 大长老的身影也都被吞噬进去 彻底的消失 只留下美妇人的一句话 飘在星空当中 冤家 记得来找妾身 轰轰轰轰轰 仙庭之门在雷电闪烁之间 顿入宇宙星空深处 眨眼之间 消失不见 眼前也只剩下一片寂静无声的星河 璀璨闪烁 路前眉头微微皱着 神色有几分不舍 这次分别太过突然 这次分别太过突然 祝清堂 这位小可爱娘亲终究还是飞升仙庭了 恐怕有段日子不能见到她 回想往日的点点滴滴 心中更是怅然若失 她被那个汉海神母带到仙庭 也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出来吧突然 路前感应到了什么 神色异冷 转头望向身后千丈之外的虚空 嘻嘻嘻 就情人相会的感觉 如何 一个白衣如雪 乌发如云的青丽女子踏出虚空 笑容却有几分幸灾乐祸 此女正是风源 那个汉海神母到底是谁 路前沉声问道 嗯 你还没猜出来吗 风源略微一愣 笑得很是诡异 那位汉海神母 就是混沌天帝的仙女 也就是原始大帝的老情人 当年汉海神母和原始大帝 乃是一对神仙眷侣 结果后来闹掰了 汉海神母愿原始大帝四处留情 薄情寡义 一气之下 就直接和混沌天帝结成了仙女 原来是她 这么说 混沌天帝是老街盘侠了 路前眉头一皱 接盘侠什么东西 风源愣了一下 就是传说中专门等着玩够了 收心了 或者被渣男伤透了心的漂亮女子 然后娶回家的老石人 路前沉吟了一下 解释道 老石人 嘿嘿嘿 混沌天帝若是算老石人 那天下就没有坏人了 原始大帝和汉海神母闹别扭 就是混沌天帝暗中出手 然后再趁虚而入 这才得到了汉海神母 还有汉海神母的无上先兵 在先庭势力大涨 算起来 原始大帝和汉海神母算是误会解除 旧情复赤 也算不得肩夫淫妇 风渊冷笑一声 这套路有点老啊 路前眉头暗皱 暂且压下此事 直接问道 朕被当成原始大帝 是不是被算计了 经过这么多事 他总感觉有一只无形大手 在背后暗中操纵着 哪有这么多的算计 只不过是机缘巧合而已 风渊摆了摆手 当场否认 是吗 路前双眸微眯 深深看了他一眼 又问道 长生界怎么跟茅测一样 先庭的人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难道没有天地规则限制吗 当然有限制的 每次降临都要折损气韵的 就如同炸了大坝一样 每一次降临都要折损大量气韵的 气韵越多 折损的也就越多 那位汉海神母竟然真身降临 可见他真的是痴情于你 一万年已未曾改变啊 若是有这么一个痴情女子在等着我 我死一万次也愿意 你说呢 原始大帝 风渊满脸艳羡 但听起来却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意味 哼 朕根本不是原始大帝 路前脸色冰冷 这下可以肯定了 他绝对是被坑了 你若不是原始大帝 但也是原始大帝的徒弟 算起来 汉海神母算是你的师娘 嘻嘻 这岂不是更好 风渊眨眸一笑 笑得有几分猥琐 路前突然有种想要打死眼前风渊的冲动 这次算是被坑了一波 负几百个亿的侠义值并不算什么 关键是背上原始大帝这个锅 恐怕日后麻烦不断 原始大帝这种大能 若是死绝了还好 若是没死绝 知道有一个冒充他的 估计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而且 看到刚才汉海神母那个女人的模样 再加上混沌天地穷追不舍 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 原始大帝绝对没死 一想到这 路前心中一沉 脸色有点难看 放心 原始大帝精明无比 就算是他算计你 也暂时不会对你怎么样 你倒也不用担心 似乎是猜到路前的担忧 风渊笑着安抚道 路前冷哼一声 一年之内 正要拿到第一剑仙兵 不然你就等着给阵生一百个孩子吧 说话之间 猛的一扶手 一道原始魔器射出 轰入风渊眉心 盘踞成一团 裹住了神魂 对此 风渊似乎并不在意 调笑道 我可不敢跟汉海神母 还有红天仙帝抢男人 放心吧 一年之内 第一剑仙兵肯定送到你的手上 声音落下 朝路前抛了一个魅眼 转身哼着歌儿 蹦蹦跳跳地离开了 下一刻 林万荣 黑袍老者 青发妇人 三位太上长老 身形浮泻 身后跟着萧然 帅于景 明云三人 正一到盟就拜托几位了 这段时间 正要潜心修炼 一般的事情 几位商量决策就行 路前淡淡道 请尊盟主之命 林万荣等人齐齐拱手 神色都有几分尊敬 这一次长生界的灭亡危机 全靠路前一个人渡过去 可以说 路前就是整个长生界的恩人 谁若是跟路前作对 违抗路前的意志 那是真的不太识去了 死了也不能怪人 萧然 这里有一颗长生果 是人仙食胎上结出来的 一片果肉能够延长你十年寿命 等待先兵炼制完成 拟工程身退之后 便服下果肉 享受十年天伦之恶 然后自行陨落吧 路前随手扔出一个玉盒 是萧然接住飞过来的玉盒 神色无比复杂 最终拱手英式 虽然知道路前这是过桥抽板 让他当副盟主 全力过渡 只为了能够顺利炼制先兵 但他也只能选择答应 这总比没有的好 一旁的林万荣几人看着 也不禁感叹 路前还真是大魄力 居然还敢用萧然 不过 现在长生界实力最大 谁还敢有叛乱之心 暗 就在这时 路前惊疑一声 转头望向西边 滚滚魔气 好似洪流一般 冲刷过来 淹没了无尽行程 最终 形成一张魔神般巨大无比的吞天大口 将整个太上魔宗给吞噬了 是魔戒 魔戒入侵了 林万荣脸色微变 步路前神色异冷 缓缓说道 是魔戒降临 准备将整个太上魔宗都挪移到魔戒之中 六道魔地动作倒也挺快 趁着正被这边的事情牵扯着 竟然直接召唤魔戒 挪移太上魔宗听到这话 林万荣几人都不禁当场震惊 整个太上魔宗都被挪移进入魔戒了 嗯 想挪走太上魔宗 还想救走大前关押的魔神 谁给你们的胆 路前突然声音一寒 下一刻 抬手一拳轰出 轰 一道纯蓝星河 无比之宽 轰然冲出 横掠一万时空 猛地冲进 滚滚魔戒之中 将那张 猙獰魔神脸庞击碎 好一个路前 不愧是魔祖看重的女婿 竟然能够伤到吴的皮毛 不过 仅此而已 三年之后 吴在魔戒等你 将你碎尸万段 魔神面庞 瞬间恢复 传出一阵猙獰大笑 最后 一口吞掉六道魔地 那道高大紫发的身影 卷着滚滚魔戒 退入一座血红门户之中 想要抢走朕的子民 给朕留下来吧 路前冷面无情 身形一闪 竟然直接出现在 血红门户之前 一抬手 万道原始魔气喷发 凝成无边大手 从宇宙高处 猛地抓了下来 生生将争獰魔神 半边脸撕裂 吼 一声愤怒俱吼 魔神万分不甘地 退入血红门户 瞬息间消失 而路前的魔气大手上 拖着六十四座 看上魔宗的圣城 但终究还是让六道魔地逃了 不过 从今往后 你们就是大前子民 路前俯视着手上的六十四座圣城 威延的声音 高高传达下去 刹那之间 系统的子民数目又多了几千万兆亿 第零八百一十四张要升了 总算没有亏太多 望着那个巨大的数字 路前松了一口气 随后 路前抬手捏拳轰出 直接打穿一万空间 崩塌出一片时空隧道 身形一下闪烁 人就已经横移一万时空 降临大前 紧接着 魔气大手轻轻一甩 六十四座圣城飞出 散落到大前星辰的四周 重心拱月般拖着大前 下一刻 满天星光从四面八方涌来 形成一座巨大无比的天地牢笼 照住六十四座圣城 这下逃都逃不掉了 从今往后 你们须熟被大前律力 若敢坐监犯科 全都抓到镇斧司 一律斩首 路前冰冷威延的声音 响彻六十四座魔宗圣城 生灵耳中 顿时 不知多少人心中绝望恐惧 惊慌失措 完了完了 这次完了 哼 怕他干什么 我等乃是魔宗弟子 无法无天 目无法计 不如杀他一个天翻地覆 还不如先隐藏起来 日后再趁机溜走 诸位师兄师弟不用害怕 大前才千亿人口 我们六十四座圣城 人口一亿万 一起造反 冲啊 是死不作大前狗 来生继续圣宗人 没错 路前只是一个矛头小子 怎能让他骑在我们头上 老夫宁死不屈 好胆 竟然敢污蔑我们英明神武 骁勇无双 致勇双全的大前陛下 今日我就要七暗投名 诸杀尔等逆贼 平定叛乱 六十四座圣城 顿时乱成一窝蜂 但是路前也懒得理会他们 转头道 天狐王前辈 这六十四座魔宗圣城 就麻烦你 浪 刷 一个精一老者浮现出现 拱手败道 请陛下放心 我天狐一族已入大前 受大前气运庇护 为陛下办事 自然应该尽心尽力 绝不推脱 这魔宗圣城的人 老夫会好好管教他们的 这就好 路前点点头 很是放心 有这么一个老狐狸盯着 魔宗的圣城也翻不了天 现在 他只想修炼 努力提升实力 等到了仙庭 能够抗衡仙庭中的仙人 免得一进去 就被人打死了 只不过 这圣城力 似乎有几个熟人 路前稍微感应一下 立刻察觉到 圣城力隐藏的 十几个人先强者 其中几道气息 还很熟悉 念头一动 五只英明大手 凭空凝成 如巨网捞鱼般 向圣城力抓下去 不好 被路前发现了 快早 天地闭血 万象分身 无光遁法 我遁 圣城力立刻发出十来道顿光 只不过 还没等他们冲出圣城 一股磅礴浩瀚如海的威压 轰然震压下来 将他们的一身钢气精血 直接震散 扑扑扑扑扑扑 这些人影狂喷着鲜血 如同落汤饺子 软软地掉向地面 下一刻 一名大手轻轻一捞 将这些人先通通冰封 冻成黑色冰陀 抓到路前面前 你们几个是魔宗长老 你们是十大邪修的邪弟 腰沟臣 新魔公子 没想到你们藏在魔宗 还有 你是正义道蒙副蒙主 蒋真 这还真是凑巧了 路前森寒目光一扫而过 听到路前的声音 这些人先据是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惨白 尤其是蒋真 瞳孔中满是绝望 他原以为躲在太上魔宗之内 很是安全 没想到 路前竟然强横到直接击败魔神 强行在魔神口中 抢下六十四座圣城 这下是真的完了 大前陛下 之前多有得罪 我等愿奉上神兵宝物 请你放我们一条生路 其中一道白袍身影 身形修长 头戴九龙玉冠 是个封神俊义的中年男子 此人正是十大邪修之中的邪弟 大前陛下 你大任大量 何必与我们斤斤计较 我等愿在此发誓 从今以后改邪归正 做个好人 请陛下你给个机会 十大邪修之中的新魔公子直善拱手败道 谋中透露着嘶嘶惊恐 连嘴边的血迹都忘擦了 想做好人 行 问阎罗王给不给机会吧 不过 你们倒可以放心 你们总归是人仙 朕不会轻易杀了你们 在你们死之前 你们都得乖乖给朕铸造先兵 当苦力吧 陆前大冷道了一句 随手一挥 几道原始魔器立刻打入他们体内 盘踞在四肢百孩的血窍深处 只要陆前念头一动 他们就会瞬间被原始魔器吞噬 化作乌有 连骨头都不会剩下 紧接着 陆前大手一抓 从他们身上抓出乾坤袋 神兵 再一耍手 将这些人狠狠轰入虚空之中 送到仙灵城的上空 风源自然会好好利用他们 下一刻 陆前身形一闪 就回到了皇后寝宫之内 参见陛下守在大殿门口的宫女 一看到陆前下来 连忙肃然而立 宫身行礼参拜 夫君 你没事吧 放幽雪迎了上来 一脸担忧地望着陆前 刚才我觉得心神不宁 好似天塌一般 放心 没事 陆前柔声笑着 安抚了一句 想起那个跟幽雪长得九分相似的 红天仙帝 不由地问道 娘子 你最近有没有做梦 梦到什么前世今生之类的 这倒没有 只是 我经常梦到两条阴阳鱼 在绕着我转圈圈 似乎在喊我娘亲 要我陪他们嬉戏 方幽雪拉着陆前坐下来 轻抚一下肚子 柳眉微醋道 哦 且让我看看陆前一听 不由地面露异色 瞳孔深处 渗出千万金银仙传 布满双眼 一道道金丝立刻浮现 形成一张巨网 笼罩着方幽雪 奇怪的是 方幽雪肚子里的光团 从之前的一团金色昊日 变成了黑白之色 转化不定 很是玄奇 不过 路前还是感觉到 这团黑白光团 传出的真正熟悉 是源自血脉上的清静 夫君 这孩儿应该没事吧 娘亲来看过 似乎说孩儿 还没有出生的迹象 御医也看不明白 方幽雪梅雨兼满是担忧 没事 我们的孩儿好得很 放心吧 一旦生出来 肯定集合了你我的优良品质 俊朗非凡 聪明机智 天资绝世 路前温柔安慰道 听他这么一说 方幽雪不惊玩耳一笑 这倒还好 若是孩儿既成了夫君 你的三心两意 四处留情 外出一次就惹一段情 那就不好说了这 话又说回来 他这次好像惹了两个女人 都是不得了的女人 算了 日后到了仙庭再说 路前暂且将此事放到脑海 正想招姬瑶过来 这时 姬瑶的身影已经出现在门口 瓜子小脸满是欣喜笑容 一进来便脸刃行礼 奴家拜见陛下 不用多礼 过来让朕看看 路前招了招手 姬瑶一听 足尖一点 飘射过来 很是乖巧顺从地坐到路前身旁 在路前的眼中 姬瑶气色很好 皮肤白里透红 修为更是已经突破到非天境 他肚子里的孩子 在天眼之中还是一团五彩光芒 很是绚丽 而且散发出来的天道气息 也越发浓郁 娘子 你最近有没有梦到什么 路前轻抚着姬瑶肚子 笑问道 姬瑶摇了摇头 这倒没有 奴家最近睡得很是香甜 安稳 感觉周身一片祥和 这就好路前点点头 咦 夫君 你这青丝 又是哪家小娘子送的 这时 眼间的幽雪 撇到路前手上的万节情思 嘴巴撇了撇 神色有几分酸意 一旁的姬瑶 也不经投来好奇目光 路前笑了笑 道 这根青丝 是仙庭一个仙子的 只不过 这个仙子跟我有仇 用一根青丝缠在我手上 算是做个标记吧 啊 夫君 那你快烧掉它 方幽雪一听 顿时担忧道 无妨 那个仙子在仙庭 估计还下不来 找我麻烦 路前随口道了一句 张口一喷 几颗培英丹飞了出来 来 吃了培英丹 算是给孩儿吃点零食吧 这培英丹都是他用最好的零药炼制的 以他现在的手段 但要混原天成 没有一丝杂志 服用之后效果极强 方幽雪和姬瑶也都没有怀疑 伸手粘住一颗培英丹 放入口中 直接吞下 路前则是陪着他们 一边闲聊 一边化开药粒 让肚子里的孩子吃饱 哎呀 还没过一盏茶时间 突然之间 鸡窑袖眉一簇 摸了摸肚子 闭下 肚子好像有点痛哟 难道药效有问题 路前脸色微变 连忙探手查看 双眸一眨 天眼再度开启 却看到腹中 那团五彩光芒剧烈闪烁 散发出一圈圈 澎湃如潮的黄黄天威 动静之大已经超乎寻常 陛下 奴家 好像要生了 姬瑶轻咬一下嘴唇 脸色有点痛苦 这是早产了 路前心中一沉 连忙清喝一声 来人 传御医 准备接生 声音传开 整个大前皇宫 立刻沸腾起来 第0815章 生了一个妖怪 养生殿外 一大群宫女来来往往 断送着热水 毛巾 糖葫芦 山楂饼 红枣泥糕等等零食 时不时的 还传出几个 接生老嬷嬷的声音 快 手脚快点 热水备好 贵妃娘娘 别担心 你若是觉得疼痛 这里有止疼丹药 服下片壳 请问贵妃娘娘 奉体可以一样 下一刻 鸡窑的水润 轻柔的声音传来出来 我倒没有什么 只不过 我有点饿了 想吃火锅 店内店外一阵寂静 守候左右的宫女 齐刷刷的望向店外 站立的路前 去准备吧 记得上鸡贵妃 最喜欢吃的毛肚 鱼奶 别忘了放香菜 路前随手吩咐道 是宫女宫身行礼 足尖一点 立刻飞天而去 不敢有丝毫怠慢 夫君 不用担心的 鸡姐姐身体一向很好 这次定然会顺利诞下灵儿 母女平安 方悠雪站在路前身旁 柔声安慰道 是的 鸡贵妃为人温柔谦和 上天庇护 母女平安一旁的云罗苏声道 她这次闭关大有所获 将那门超越天阶的神功参透的七七八八 修为已经暴涨到武圣巅峰 朕只是出为人妇 总归有些忐忑不安 路前笑了笑 转头望了一眼大殿 大殿之内 被一团五彩光芒笼罩着 很是闪耀赤木 散发出一圈圈的无形波动 向天地四方扩散 这无形波动 赫然是天道威严 每一圈天微散开 天地元气皆是一阵 被吸引过来 源源不断地灌注五彩光芒之中 不一会儿九天之上 昊日就被巨大无比的五彩霞银漩涡遮蔽 整个玉京城 无数人都抬头望天 惊奇不已 这样的天地异象 是传说中的主角才有的待遇 若是天资绝世还好 但万一是个穿越的 路前收回目光 望着殿内 眸中深处有一丝散不去的担忧 破了 这时 一声略带惊喜的声音从殿内传出 路前精神一震 快 那热水过了 看到脑袋了 贵妃娘娘不用担忧 继续吃 很好 脑袋已经出来了 下一刻 尖声磨磨鼓励的话 依次想起 牵动着她的心弦 就在这时候 一变突生 九天之上的五彩霞光漩涡猛的剧烈旋转 翻滚汹涌 轰得一声 竟是晴天霹雳一声乍响 凝出了一道五彩雷电 这五彩雷电一出现 立刻劈落下来 迅快绝伦 刹那之间就轰落大殿 路前眉头一皱 抬手想要阻拦 但还是迟疑了一下 并没有动手 紧接着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五彩霞云 漩涡翻滚之间 凝出云龙雷虎 日月星辰 仙人佛陀 奇珍异寿 等等意象 皆是飞落下来 猛地钻进殿内 这超乎寻常的一幕 看到在场之人 无比惊诧不已 这是神仙下凡吗 到最后 五彩霞银漩涡 剧烈旋转 牵扯整个大前的元气 形成十万丈之大的元气漩涡 好似一个漏斗一般 通天达地 连接着整座大殿 无边元气 狂泻而下 灌注大殿之内 明明虚空之中 路前甚至听到了一阵阵 清脆悦耳的钟响 仿佛是鲜乐一般 浑身舒爽 但更加让人惊奇的是 在这短短刹那之间 大前万物经历了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 枯萎凋零 发芽复苏 一次次的 仿佛时光再加速一般 与此同时 浩瀚星空 满天星都齐齐大量 天将祥瑞 号令元气 诸天星辰为之明亮 这等不凡天象老夫 活了那么多年 从来就没有见过 这位大前陛下的血脉 显然不是一般人 应该是大能转世吧 大前之中 天狐王感应到 一切天地一变 心中震惊不已 目光远跳皇宫 他甚至感觉到 五彩霞光漩涡之中 那股浩浩如海 磅礴无边 震慑万物的威压 这跟他参悟天道时 承受的天威如出一辙 夫君 这大殿门外 方游雪 站在路前身后 四周狂风乱舞 不由的面露担忧 云罗也是开始担心起来 不用担心 这场异象快要结束了 路前脑后 闪烁出一圈七彩光照 定住四方元气狂风 护住了幽雪和云罗 果不其然 在他的天眼观测中 殿内的元气急速塌陷 几乎瞬息之间 天柱一般的漏斗元气漩涡猛地收缩 化作一点蚕豆大小 晶莹剔透的珠子 投入大殿之内 彻底消失不见 风停了 天地寂静无声 唯有九天之上 昊日与亿万星辰 共同璀璨闪耀 头下无尽光辉 吱压一声 大殿宫门大开 一个老摩摩面带惊慌 额头有几滴痘大的冷哼 走了出来 老身拜见陛下 贵妃娘娘生了 生了 路前还没等她说完 身形一闪 就进入到大殿之内 映入眼帘的 是跪在床边的街声老摩摩 还有一大群宫女 居士低着头 瑟瑟发抖 姬瑶则是躺在床上 盖着绒毯 除了脸色有些苍白 倒也没有什么 只不过 路前盯着床头边 白布上的物品 有点难以置信 这是一个阴晕流转 五彩光滑 圆滚滚的球 跟南瓜一般大 半透明 还在冒着丝丝的热气 感觉就像是一个 刚出笼的五彩果冻 我的女儿是个果冻 路前满脸猛逼 身后跟着进来的方忧雪 云楼也都愣住了 陛下 他他他他 就是陛下和奴家的孩子 这时 姬瑶起身 盯着五彩光球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原以为那么大的阵仗 估计会生出一个仙子出来 但是 没想到连人都不是了 别慌 路前神色微尘 眯着眼 一步出现在床头 伸手将这团五彩果冻 捧了起来 一入手 立刻感觉到一股热热的暖流 而且还有丝丝淡淡的花香 扑鼻而来 庆人心脾 路前眉头微微皱着 左看右看 但都看不到一丝人的五官 甚至连一丝生机都感应不到 这好像不是个人 喂喂 里边有人在家吗 路前沉吟片刻 伸出一根手指 戳了戳五彩果冻 软软的 很Q弹 就在这时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这五彩果冻 猛的从中间裂开 显露出一张大口 猛的一咬 想要咬在路前戳来的手指上 但它速度太慢了 路前很容易的将手收了回来 一咬不成 它猛的移动 弹射出去 迅如闪电一般 轰撞在墙壁之上 然后又弹射回来 几个呼吸 它就在殿内来回 弹射了上百次 一共撞倒了三个花瓶 轰烂了一个书架 击飞五张桌椅 还将九掌弓灯打烂 墙壁上 也被它撞得裂痕满布 最终 它似乎累了 落到地上 弹了几下 原地转了三个圈 似乎在寻找些什么 在众人的注视下 它一跃而起 竟然是直接跳进 咕噜咕噜沸腾的火锅炉里 河里边冒着香气的毛肚 肉丸 鱼腩 牛肉 熊掌开始一起煮 啊 陛下 鸡摇一看 吓得花蓉失色 大喊一声 厉害了 刚出生 就会铁锅炖自己 路前倒没有那么紧张 闹出这么大动静的 纵使是妖怪 也怎么会是一般妖怪 所以 它一步飘出去 来到桌旁 静静看着 果不其然 这只五彩果冻 跳进火锅炉里 浑身微微绽放 五彩光滑 好似融化了一般 变成一滩五彩液体 炉里的火锅 则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仅仅两个呼吸 火锅炉里什么都没有了 被吞噬一空 呜呜 这时 五彩果冻突然发出一声低鸣 透出嘶嘶不开心 莽得从锅里跳出来 落到路前的肩膀上 然后 那道裂缝大口再度出现 莽得一咬 直接将路前整个头啃掉 折瘦了 陛下被他的女儿吃掉了 这一幕 吓得在场人如遭雷击一般 目动狗呆 这女儿果然是有点问题 随后 路前的声音响起 大手一抓 将五彩果冻 从自己脑袋上摘下来 没有半点油仪 乾坤戴笠装着的灵药鲜果 还有各种好吃东西扔出来 堆满了整座宫殿 乖 去吃吧 路前温柔一笑 摸了摸五彩果冻 下一刻 五彩果冻飞出去 竟是绕着这一座食物大山 急速转圈 一阵狂风之后 整座食物大山消失一空 竟然全进了那团 五彩果冻的肚子里 但它依旧没有一丝变大 陛下 奴家该不会生了一只妖怪吧 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奇怪事情 姬瑶脸上浮现几分伤心 不是妖怪 她是朕的女儿 只不过样子有点怪而已 路前笑着安抚了一句 转头道 云罗 你去传口语给御膳房 将所有能做的东西 都做成食物送过来 再传一道圣旨下去 朕喜得公主 普天同庆好 云罗仍旧好奇地看了一眼五彩果冻 转身离去 但是 哪些宫女 老嬷嬷仍旧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 心中惊颤 完了完了 这次看到陛下的妖怪公主 陛下肯定要杀人灭口 这次死定了 就在这时 那团吃饱喝足 贪婪在地上的五彩果冻 忽然大放五彩光滑 一团人影从亮宫中浮现起来 等到亮光暗淡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是一个身披五彩侠依 约莫两岁左右 面无表情的女童 第0816章 取名陆娃 大便活人 看到眼前的变化 众人皆是一愣 陆前也是当场呆住 在这个女童的身上 她感应到一股源自血脉上的亲近联系 确实是她的孩子 只不过怎么一出来就两岁了 煞时之间 整个大殿之内是大眼瞪小眼 没人出声 孩儿 我是你娘 你认得吗 这时 姬瑶从床上下来 小心翼翼地凑近坐在地上的女童 弱弱地喊了一声 彩衣女童纹身转头 乌黑的大眼朱丽 似乎有几分疑惑 下一刻 她站了起来 似乎想走到姬瑶面前 然后 左脚半右脚 直接往前摔下去 路前一招手 一缕清风卷来 将这侠衣女童拖起半空 拉到身前 这一切 让女童双眸微微瞪大 似乎很是惊奇的样子 然后 她肉嘟嘟地小手一摆 就挣脱了清风的托服 自行飘了起来 开始在店内四下飘幅转动 谋中浮现出几分开心的目光 这 没有刚气的痕迹 纯粹是命令天地元气 托服周身 与空飞行 莫非真的是仙人转世 路前暗自猜测 目光落在她身上的彩衣 看到这件五彩霞衣 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四个字 天衣无缝 这是一件真正用五彩霞光编织而成的天衣 是大道规则所化 起码是一件无上神兵 不 应该算是仙兵 这时 女童飘到了姬瑶的面前 歪着小脑袋 定定地望着姬瑶 孩儿 姬瑶眸中满是温柔慈爱 缓缓地伸出收去 想要抱着这个女童 生怕吓到这个女童 女童倒也没有抗拒 任由她抱着自己 好孩儿 陛下 孩儿很软 还很香 你要不要抱抱 姬瑶满脸欢喜地抱着女童 来到路前身旁 好 让爹爹看看 路前点头笑了笑 伸手轻轻地捏了一下 她百里透红的脸蛋 顿时 双眸一亮 这小脸蛋好似果冻一般 很是弹手 摸上去更是有种丝绸般顺滑的感觉 很是舒服 只可惜 小家伙被路前鸡窑逗弄着 仍然是面无表情的 笑也不笑 陛下 陛下 听说你生了 来 让我看看 这时 一道清脆声音从远处击射而来 人随生至 一个白衣少女猛地冲进大殿之中 风风火火地挤了过来 是白苏苏 陛下 这就是你的女儿吗 脸蛋肉蛋蛋的 好可爱 咦 怎么这么大了 不该是一个婴儿吗 我连给她的偿命锁都准备好了 现在怎么办 还继续给她戴吗 而且 陛下 这女儿的满月酒还摆不摆了 我想看她抓周呢 白苏苏盯着彩音女童 满脸兴奋道 爹爹 下一刻 一只拇指大的小人 从白苏苏发际里钻出来 无比轻腻地扑到路前脸蛋上 蹭呀 蹭是世魂猪 这猪儿之前留在皇宫 交给白苏苏来养 现在一见到路前 自然是无比的亲近 猪儿乖 这是你的姐姐 路前笑了笑 将是魂猪盆在手上 指了指自己的女儿 诶 猪儿一听 转头望向彩音女童 就在这一瞬间 彩音女童 莽得张开脸盘大口 一下子就将猪儿给吞了 咕噜一下 咽进肚子了 这一下快到了极致 连路前都没有反应过了 快 孩儿 吐出来 这不是给你吃的 路前一看 连忙喊道 彩音女童文言 歪头看着路前 片刻之后 面无表情地张开口 直接将猪儿吐了出来 紧接着 他一跃落地 浑身五彩滑光大放 竟然又变回了果冻状态 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样 五彩果冻一蹦一跳 最终跳进火锅炉里 这是生气了 路前安抚着一脸呆滞的猪儿 一步踏出 飘射过去 伸手戳了戳那团五彩果冻 五彩果冻抖了一下 转了一圈 似乎要背对着路前 活脱脱一个生嫩气的小孩子 陛下 我们的孩儿是真的生气了 鸡摇剑刺 五嘴笑咪咪的 好神奇的孩子 这时 白苏苏情不自禁感叹道 我天狐一族生下来 就是一团毛茸茸的 眼睛都睁不开 根本不可能施展变化之术 但是 陛下你这孩儿 随地大小便 简直是太神奇了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陛下 这么好玩的孩子 要不你再生两三个给我玩爱啊 话还没说完 一旁的芳悠雪听不下去了 伸手弹了一下她的脑门 是小女子说错话了 小女子告退 白苏苏吐了吐舌头 道了一句 转身一溜烟就走了 嘻嘻 得赶紧把这消息告诉选女 选女说过 抓周的时候 她得在场 往抓周的东西里 多放几件私人物品 现在路前的女儿出事了 估计过几天就抓周 夫君 这孩儿还没取好名字呢 明日你便要昭告天下 不妨先定个小名 封个公主称号 芳悠雪提醒道 公主称号吗 这倒不及 我先哄好这个小女儿再说 路前继续动弄着五彩果冻 然而 这个女儿似乎是真的生气了 躲在火锅炉里 没有半点动静 陛下 御膳房的膳食来了 这时候 大殿门外传来供你的声音 将所有的膳食都搬进来吧 路前随口吩咐道 不一会儿 御膳房的真修海味 牛羊虎吐 天上飞得水利游得地上走的 将整个大殿摆得满满的 香气诱人心皮 似乎是闻到香味 五彩果冻轻轻颤动了一下 乖女儿 肚子饿了吧 吃饭了 路前伸手出去 抱起五彩果冻 直接放在桌上 在大桌的最中间 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鸳鸯锅 上边热汤滚滚 已经放了各种珍奇灵药 没有半点的停顿 五彩果冻猛地跳起半空 就要砸进大锅里 路前眼疾手快 大手一抓 就将它拎了回来 温柔笑着 安抚道 乖 女儿慢慢吃 也不知道是不是美食的缘故 五彩果冻再次变作女童状态 目光灼灼地盯着满桌食物 女儿 这个是乌鱼 这个是虾 这个是龙牙米 一旁的鸡窑 轻声细语地 开始教女儿食物 虽然这个女儿一出生 就是有点大 还很是奇怪 能够随意变化 但怎么也是 自己身上掉下的肉 是自己的轻生骨肉 她自然是无比宠爱 恰巧这时 一只青甲螃蟹挣脱 迫不及待地爬出盘子 朝女儿爬了过来 这个是螃蟹 被夹到手会很痛的鸡窑 抓起那只螃蟹 满脸温柔道 话音未落 女儿张开大口 巴唧一下 就将她手里的螃蟹给吃掉 这一幕 让众人皆是一惊 然而 她吃完之后 似乎有点回味 眼睛一眨 一缕清风 卷起一盘螃蟹 哗啦啦地倒进她的口里 紧接着 一顿风卷残垣 桌上的饭菜 连同鸳鸯锅底 都消失在她的小肚子里 女儿面无表情 望着路前 路前 鸡窑的目光同时转过来 陛下 我们这女儿 似乎有点吃得多 我们该不会让她给吃穷吧 应该 不会吧 路前有些迟疑 扑 忽然 一阵声音从女童肚子里传了出来 然后 一团五彩屁飘了起来 放的是五彩屁 拉的不就是五彩石 路前见此 似乎想到了什么 双眸一亮 正想到了一个名字 从今以后 这女儿就叫蛙吧 小明就叫女 蛙 娘子 你觉得如何 女 蛙 好 奴家都听陛下的 女儿 以后你就是女蛙了 既要温柔且笑 满脸母爱 听到这个陌生的名字 面无表情的女儿歪了歪头 突然口吐人言 女蛙 没错 你叫陛蛙 小明女 蛙 来 叫我爹点 路前点点头 又忍不住捏了一下她的脸蛋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她是人 是神 是仙 是妖怪 但是她的血脉 是她的女儿就行 爹爹 路蛙又晃了一下小脑袋 虽然面无表情 但声音哪声哪气的 听的人还是十分舒服 路前听的也很是开心 下一刻 路蛙咕噜一下 吐出一只活的螃蟹 吊在桌上 爹爹吃 好望着女儿满脸期待的目光 路前自然是满面笑意 直接将螃蟹一口吞掉 心中更是感叹 这小女娲真是可爱 第0817章 《飞升天节》出现 这么可爱的小女儿 路前自然是爱不释手 时时刻刻都抱着逗弄 奇怪的是 小家伙只和她 鸡摇清静 别人想要逗弄她 只会面无表情 烦了 更会直接张口咬人 路哥哥 我们来了 这时 一道清脆如玉珠的声音 远远传了进来 人随生智 穿着碧翠纱裙的苏英乐 领着曾阿牛 李三花 还有瑶瑶冲了进来 骑刷刷行礼 拜见陛下 哈哈 你们几个小家伙不用多礼 过来吧 路前坐在玉榻上 一看到他们 不禁笑了笑 招手道 顿时 四个小家伙围了过来 无比好奇地盯着路挖 左看右看 很是惊叹 路哥哥 这就是你的女儿吗 怎么一声下来就这么大了 苏英乐瞪着大眼睛问道 花音未落 旁边的小胖子李三花答道 嘿嘿 陛下的女儿 一出生就天降异想 长大一点有什么稀奇 而且 还长得这么好看 我看过英乐姐小时候的画像 感觉比英乐姐 你小时候还好看 阿牛 你说呢 嗯嗯嗯 是比英乐姐好看 曾阿牛还是皮肤有黑如炭 老老实实答道 胡说 明明是一样好看 曾阿牛 你这是睁着眼睛说谎话 以后我不将零食分给你了 苏英乐一听 顿时双颊气的鼓鼓 听到她的这句话 曾阿牛神色异正 肃然道 我爹娘说过 做人要脚踏实地 正正直直 千万不要说假话骗人 这是不好的 阿牛 你这就错了 这时 李三花从怀里掏出一包水晶饺子 扔进嘴 咕噜一下 咽进肚子 道 我娘说过 假如一句假话 能够哄女人开心 那就不是假话 而是真话 这种真话 我们还是要经常说的 不然娶不到媳妇 以后孤家寡人一个 连袜子都没有人帮忙洗 太可怜了 这样吗 曾阿牛挠了挠头 又道 不过 英乐姐还是女孩 不是女人 我们没必要骗她吧 再说了 英乐姐小时候瘦巴巴的 感觉是真没这么好看 而且 那还有一张画像 记得是画英乐姐哭鼻子的时候 像猴子一样 更丑了 哎呀 英乐姐 你为什么打我 哼 看着曾阿牛一脸不解的望着自己 苏英乐气得小脸发红 又听到李三花在旁边发笑 伸手就欲打出去 这两个家伙 专门在陆哥哥面前接她丑事 该打 李三花却半点不惧 笑道 英乐姐 你可别打我 我现在练提小城 你越是用力打我 你的手越疼 你哼 你上次小考作弊 将小抄写在大腿上 别以为我不知道 回去之后就等着被你娘罚跪榴莲吧 苏英乐收回手 气呼呼道 此话一出 李三花顿时面露苦瓜色 看着他们打闹 路前看得到也挺开心的 一手把瑶瑶抱在怀里 笑道 瑶瑶 这是你妹妹 叫女娃妹妹 瑶瑶盯着陆蛙 从怀里掏出一块啃了一半的核桃酥 递出去 诺声诺气道 妹妹 给你吃 陆蛙面无表情的歪了歪头 清秀一下 然后裂开大嘴一吞 差点连摇摇的小手都啃了 见此 苏英乐三个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 围着陆蛙开始投胃 陆蛙倒也来者不拒 统统吃掉 关系很快就融洽起来 在三个小家伙的吵闹下 店内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很快 到了深夜 月挂高空 星河满天 陆蛙明亮的双眼 却是光芒暗淡下来 眼皮垂落三次 整个人也似钟摆般摇晃几下 下一刻 双眸一闭 就倒在陆蛙怀里 重新变回五彩果冻状态 时间正好是害时 好了 该睡觉了 你们几个今晚就在偏店睡觉吧 明日再来陪你挖完 正在指点一下你们修炼陆蛙孝道 苏英乐三个小家伙依依不舍 但最终还是乖乖离去 随后 陆全帮姬处理了一下产后富裕奶制品 就抱着小女娲 陪着姬姬 方有雪一起入睡 一个时辰后 她自然苏醒过来 精神饱满 之前大战的消耗彻底补足 没有半点疲惫 三百年不睡觉也不是问题 还没到月底 先炼制一下那道龙旗先兵 陆全盘坐在玉榻上 一招手 身前就出现了一只文龙惊奇 这是仙灵城风无弦的仙兵 只不过 被火地真君一招破灭了 惊奇就变得很是破烂 还有一片片烧焦的痕迹 光滑暗淡 显然是灵性大师 再不修补韵养 估计这件仙兵很快就会崩溃 瓦解 没有迟疑 陆全大手一抓 握住龙旗 雄魂刚气自掌心喷有而出 灌注龙旗之内 在她的感应之中 龙旗之内有一万个微小到极致的阵法 据是金银仙传 勾画而成 纵使黑凤女传了不少仙传 但陆全还是不能认权 所以 她只能靠着精纯到极致的原始魔器 缓慢修补龙旗之内的仙阵 就在这时 突然之间 一样的变化出现了 一道凶猛火翼 滚滚热浪 如同汹涌澎湃的排山巨浪 轰然冲出来 将陆全的刚气直接粉灭干净 甚至还冲出了龙旗 灌入陆全的体内 一丝丝灼烧刺痛 立刻涌上心头 整条右臂都变得通红 发热 冒起热腾腾的气息 如同烧红的狭血 霸道 凶狠 坟灭万物 路前见此 不由得神色已冷 哼 火地真君 还真是阴损 居然在龙旗之中 留了一丝火焰 想要安算我 念头微微移动 体内亿万流光晶体 喷出丝丝金色火焰 如百川归海般 汇聚在一起 冲上右臂 对抗着手臂上的霸道火翼 同时 手臂之上 黑气涌起 泛音阵阵 金光在闪烁之间 凝结出泛魔真身 诡异的是 那一丝霸道火翼 越来越凶猛 没有丝毫减弱的痕迹 步步紧逼 已经烧到了路前的喉咙 还有半边心肺 竟连夜火 泛魔真身都根本抵挡不住 天地三神将之一 果然有点门道 路前双眸一咪 体内轰然爆发原始魔气 直接蚕食 吞噬那一丝霸道火翼 轰 让人惊骇的一幕出现了 原始魔气一沾染到 那一丝霸道火翼 竟然立刻烧了起来 然后就如同烈阳下的白雪 无声无息间融化 眨眼之间 浑身原始魔气 消射一大半 这显然是火地真君留下的暗招 想要趁机坟面 路前的原始魔气 将它一身修为彻底坟面 连人带骨都烧得一干二净 哼 早就猜到了 路前目光已冷 身形一闪 就出现在长生殿外 头顶是无比玄傲的四十九幅星图 下一刻 路前浑身暴涨 另转玄聘吞天宫 漫天星图赫然大亮 头下的所有星辉日光 都被它瞬间吞噬掉 玄聘吞天时 是昔日神宫 原聘炼魂术 还有日月星光炼翘术融合而成 其玄妙之处 虽然比不上原始魔气 但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轰 无边星光 头落下来 在刹那之间凝结成原尘之力 沉入四肢百骸深处 就变成了一颗崭新的流光晶体 丝丝原始魔气 在这流光晶体之内立刻生成 就是这般 原始魔气随着凝出的崭新学窍 生生不息 对抗着那一丝霸道火翼 也不知过了多久 那一丝霸道火翼终究是后劲不足 逐渐衰弱 净莲焰火 吞噬 路前自然没有放弃这个机会 猛地催动净莲焰火 凶涌而出 包裹了整一条手臂 甚至 冲进了龙骑先兵之内 将那一丝霸道火翼的源头 彻底围住 吞噬 炼化 一刻钟后 火翼被净莲焰火吞掉 净莲焰火似乎产生了一些奇异的变化 起码 颜色是变了 路前一抬手 掌心上就浮现出一朵纯黑如墨的火莲 盈盈旋转 散发着淡淡的暖意 威力比之前似乎还强悍几分 这结果还算可以 路前暗暗点头 张口一吞 就将墨黑火莲吃掉 退出了长生殿 回到寝宫之中 正准备继续修复运养龙骑仙兵 轰了一声 雷霆乍响 响彻在玉京上空 物之震爆了多少明居的琉璃窗户 下一刻 漫天乌云席卷而来 汹涌滚滚 汇聚在天上 遮蔽漫天星河 轰隆隆隆隆 银蛇狂舞 电闪雷鸣 万亩余大的雷云风暴 照在玉京上空 毁灭 抹杀 庞大浩瀚的天威狠狠镇压下来 这 赫然是劫雷 几乎在同一时间 宇宙星空深处 一座古老神秘的仙庭之门出现了 这是飞升劫雷 真对的 赫然是陆前 第0818章 魔界来人 怎么会出现劫雷 陆前身形一闪 凌空而立 望着九天上的劫雷 神色惊疑 念头转动 他想明白了 在刚才对抗霸道火翼的同时 他又凝炼出几十万的流光晶体 也就是多了几十万的血窍 修为又有了掌镜 本来 他的修为已经达到真仙 早已经突破了长生界的极限 这次修为突进 天地规则有所感应 就自动生出劫雷 引来仙庭之门 准备要将他抹杀 或者强行送走 如此之大的动静 自然是引得玉京一片惊慌骚乱 有雷暴 下雨了 收衣服啊 这是劫雷 是谁 是谁在渡劫 那是仙庭之门吗 这竟然是有人在渡飞升劫雷 快 娘子 出来看神仙了 这劫雷怎么盘踞在皇宫上空 难道 是陛下要渡劫飞升 不会吧 陛下飞升了 大前怎么办 正一道蒙怎么办 随着骁凳传开 一片兵荒马乱 凶 一道金光飞射过来 停在千丈之外 显露出天狐王的身形 神色凝重 陛下 你真的要渡劫飞升了 这可是大事 万一入前走了 整个长生界恐怕都要乱上一阵子 下一刻 正一道蒙太上长老林万荣身形浮现 一脸肃然 拱手败道 蒙主 这劫雷是针对你来的 你若是飞升了 仙灵城恐怕会卷土重来 掌控整个长生界 还请蒙主暂时不要飞升仙庭 放心吧 正刚刚才有了一个女儿 享受了一会天伦之乐 又怎么会那么快就进入仙庭 路前双眸微眯 看着九天雷暴越加强横 淡然道 闻言 天狐王和林万荣皆是一喜 不过 陛下 这飞升节雷渡过去 就会被接入仙庭之中 若是渡不过去 那就会灰飞烟灭 想要强行留在长生界 恐怕不是一件意识 陛下可有什么法子 或者 需要老夫帮忙 天狐王眉头围着问道 无妨 飞升天结而已 路前微微一挥手 似乎并没有将天结放在心上 话音刚落 他化作一道金光 冲天而起 直接射入雷云风暴之中 轰 霹雳 霹雳啪啦 下一刻 劫雷之中传出一声声爆鸣 万丈余长的雷电光柱 似晴天巨剑 劈过天空 斩裂宇宙 庞大无比的电流 四下弥漫 散发着强大霸道的毁灭意志 无穷威能 笼罩九天十地 万物生灵 都在这劫雷之下瑟瑟发抖 匍匐在地 心中涌现出无尽的空间 就连林万荣 天狐王这两个人先巅峰的强者 在这飞天劫雷之下 也是神魂摇曳 浑身发麻 刚气失控 好强大的飞升劫雷 起码比之前大罗圣帝大长老的 还要强上三倍 盟主不会有事吧 林万荣 天狐王相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担忧 但还没过十个呼吸 漫天雷云莽的一收九天之上 出现了一个万丈之大的火焰神灵 光芒一闪 火焰神灵恢复本体形态 正是路前 竟然是将飞升天结给吞了 目睹这一幕 林万荣天狐王二人震惊失声 心头翻江倒海的震撼 紧接着路前身形一闪 一掌打出漫天星河 浩浩荡荡荡 势不可当 轰然撞在仙庭之门之上 砰 一声巨大无比的乍响 传彻长生界 这座仙庭之门 竟然被星河推着 强行轰入宇宙深处 消失不见了 行了 杜劫完成 路前身形顺应一下 回到大前上空 淡然道 陛下神武无双 长生界第一人 名副其实 天狐王满面震撼 拱手败道 盟主真乃神人 一旁的林万荣 也不禁惊叹一声 同样的 目睹这一幕的九头元圣 天狗王 黑凤女 还有长生界各路人仙 心头更是震撼 有些家伙 按按祈祷着路前飞升 他们就能兴风作浪 但现在看来 恐怕是不可能了 路前这丝 太恐怖了 正现在只关心先兵铸造 至于正义道盟 还有大前这边 就劳烦二位前辈了 路前拱拱手 准备回去修炼 请陛下放心 一年之内 太上魔宗的六十四座圣城 一定会乖乖归顺大前的 不会给大前添任何的麻烦 天狐王拱手道 很是自信 林万荣也面露敬畏之色 做一道 老夫也会好好看着正义道盟的 请盟主放心 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 辛苦二位了 路前淡淡点头 身形一闪 就回到寝宫 继续修补龙旗先兵 一日天清气朗 久违的早朝开始了 大前文武百官 俱士怀着万分振奋 欣喜的心情 踏入了玄黄门 陛下道 随着掌印太监 与公公一声清喝 路前身形浮现 坐在龙椅之上 穿着也很随便 只是一件轻伤而已 只不过 在她的身上 已经多了一个挂件 是小女娲 小女娲牢牢地 扒拉在路前背上 面无表情地 盯着殿下的文武百官 臣等拜见陛下 恭贺陛下喜得公主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群臣一看 连忙拱手工声道喜 免礼 开始早朝吧 路前随手一挥 道了一句 从秀里掏出一颗颗清脆灵果 伸到脑后 立刻 小女娲伸出小爪子 抓住灵果 就开始啃了起来 仲臣看到这一幕 暗中惊奇 不愧是出生时 天降异象的神女 果然是不同凡人 随后 早朝开始了 除了杂七杂八的事情 大事也就两三件 一是公主的封号 封地等等 路前也没有客气 大手一挥 就将六十四座圣城 直接封给了小女 挖兵赐封号 浩天女挖圣尊公主 名头大的下人 但群臣都没有意义 陛下开心就好 随后 就是正义道蒙的事情 还有各门各派上贡 寻黄宗开山立派的事情 这些事情都需要路前排版决定 很是琐碎 路前也只能一边带娃 一边处理朝政 上到一半 姬瑶亲自过来 抱走了不情不愿的小女娃 等到朝政结束之后 已经是傍晚时分 一大堆的奏折 也送到了御书房 虽然有点不愿意 但路前也只能待在御书房 继续批阅奏折 一直批阅到深夜 等忙完这几天 应该就能安心下来 一边修炼 一边养女儿了 可惜 侠一直是富的 不能请神上身 路前没办法 只能自己一个人专心批阅 忽然之间 门口探出一张肉嘟嘟的 可爱小脸蛋 双目定定地望着路前 正是小女娃 过来吧 路前感应到动静 抬头一看 立刻面露温柔笑容 小女娃立刻飘飞进来 落到路前的怀里 养着小脑袋 乌黑成亮的大眼眸力 映着路前的脸庞 这时 鸡摇急急忙忙飞射过来 陛下 女儿突然就飞过来 想要找你 怕是想你了 爹爹 抱小女娃张开口 很是生硬地吐出三个字 苏软乃音听得人无比喜爱 好 路前笑了笑 抱着自家的可爱女儿 又招呼鸡摇过来 来 帮着嬷嬷吧 批完这批奏折 就能陪你们了 哪知道 话音刚落 小女娃转头 裂开一张大嘴 直接将桌上的奏折 全部吞掉 转头继续盯着路前 爹爹 玩好好好 爹陪你玩 不过 你先把刚才吃的吐出来 这东西可不好吃 路前不禁哑人失笑 随后 她也懒得批乐奏折了 就陪着小女娃玩她最喜欢的游戏 这游戏也很朴素 就是传说中的躲沙包 只见小女娃浑身五彩滑光一闪 就变回果冻状态 猛地飘飞起来 在御书房内她来射去 路前和姬瑶 只需要躲就行 这一玩 小女娃不一跃呼 就玩到了大晚上 又到了嗨时 小女娃准时关机 进入沉睡状态 路前见此 抱起小女娃 牵着脸蛋 微微羞红的姬瑶 准备休息了 反正奏折那么多 一晚上也批乐不完 明天再说 再说了 自家娘子身体有样 产后富裕产品有点丰富 小女娃也不喜欢喝 只能由她帮忙处理 很快 深夜已至 路前办完正事 继续开始修炼 昨夜吞噬了飞升劫雷 她的流光晶体内 产生了一丝丝神雷 淬炼肉身 让肉身似乎变得更加强大 有一点点的提升 所以 路前准备天天修炼 再度几次天节 继续吞噬飞升劫雷 强化肉身 就在这时 长生界边缘 一处裂缝浮现 两道纯粹无比的真魔之气 跨越时空界线 降临到长生界 魔神降临了 阻杀大人 区区下界修士 何须你亲自降临 属下随手便能灭杀他 别问那么多 杀了那人 立刻回归魔界 精神意念波动荡起 下一刻 两道真魔之气闪烁了一下 隐于虚空 朝着大前这边急速赶来 第0819章 小女挖大口吞魔 不一会儿 两道真魔之气 出现在星空之中 遥望大前星辰 在他们的感官中 满天星辰 都萦绕着大前而转 那里 有一个强横存在 朱天星斗 都隐隐沉腹 跪拜 仿佛在衬托着 众星之主 不愧是长生界第一人 有点门道 这时 其中一道真魔之气一转 显化作一个身材高大的 黑袍壮年男子 脸上画满鲜红魔纹 深紫色的长发 如同海草般飘舞 眉心处更有一个血色魔眼 眨洞之间 传出纯粹的贪婪 是沙 是血气息 虽然没有激发法眼 但他已感应到了 整个宇宙的星光 都往那里奔有而去 彻底消失 能够吞噬整个星辰宇宙的光芒 那人起码是真仙修为 阻杀大人 快动手吧 另一道魔器 则是凝成一团 墨黑漩涡 一凝旋转 传出略微着急的沙哑声音 降临下界 气运狂泻不止 再待上片刻 恐怕我们的气运 会经节一散在这下界 到时候杀劫降临 我们会有陨落之危 多嘴 本座自有打算 黑袍壮汉目光已冷 浑厚有力的声音 透出几分愈怒 属下不敢 另一个魔神立刻认错 不敢再作声 下一刻 黑袍壮汉一抹眉心 屡屡血丝 从其中飘了出来 在空中交织缠绕 眨眼之间 形成一张巨网 套在壮汉身上 顿时 所有的气息都被掩盖了 快点 化作人形 遮掩气息 随本座 偷偷潜入那个星辰 那人修为 有点出乎意料 气机笼罩 方圆百万星辰 若不用遮天魔眼 掩盖真魔之气 很快就会被发现 到时 本作的计划就多出几分变数 属下遵命 魔气漩涡一转 立刻化作一个精瘦老者 身披绿袍 双目狭长 闪烁着阴狠杀戮的血色光芒 同样的 脸上也是画满了各种诡异血色魔纹 就在他化作人形的瞬间 血色巨网笼罩过来 粘在他的身上 隔绝掩盖了一切的气息 走 黑袍壮汉大手一挥 二人飞射而出 迅如雷电 朝着大前星辰 投落过去 竟然没有掀起任何一丝半点的波动 很快 他们靠近大前 刚想坠落进入 就在这时 二人立刻感觉到一股磅礴 无边无际的强横气息 从自己身上扫过 祖沙大人 这气息之中有仙庭神雷的毁灭意志 那人已经渡过仙庭 飞升劫雷 不过 那人竟然还能待在下界 并未飞升仙庭 果然是不同寻常 我们恐怕得小心一些了 绿袍老者似乎感应到什么 瞳孔一缩 脸色微变 名叫祖沙的黑袍壮汉 神色不变 冷冷到 能够从摩合那口中 抢下几十座魔城的家伙 又怎么会是简单角色 不过 他再厉害 终究只是下界的一个人仙 不是仙庭真仙 书画之间 身形猛地坠落下去 绿袍老者一看 连忙跟上 但绣袍之中 荧光暗闪 显然是已经激发催动了魔兵 几下闪烁 一座巨大的城池映入眼中 万家灯火在虫迷稀疏声中 盈盈闪烁 仿如漫天星河的倒影 散发着惊人的蓬勃生机 好诱人的血气 若是一口吞了这座城池 应该能够省下几百年的苦修 绿袍老者谋中闪过贪婪嗜血的光芒 跟上 前边 祖沙冷冷传音过来 绿袍老者只能引下心中对香甜血气的渴望 跟着祖沙飞向那座金碧辉煌的皇宫 此时的皇宫 寂静 森严 犹如一只匍匐沉生的金甲巨兽 仿佛随时苏醒过来吃人 一个个飞天境高手 盘旋在皇宫四周 警戒着来犯之敌 然而 他们根本看不到两个魔神 这两个魔神 很是轻易地进入皇城之中 朝着皇宫内城靠近 在他们的眼中 路前所在的位置 就像是有一团好日 散发着磅礴 强大 阳刚炽烈的光芒 无比的显眼 然而 越是靠近 二人神色越是凝重 浑身不自觉地绷紧起来 如同遇到大敌一般 等靠近寝宫 二人感觉到神威如月 铺天盖地挤压过来 震慑心神 祖沙大人 这人竟然如此恐怖 能给我们带来威胁 就如同面对 灵谷大人一般 区区下界 竟然出现如此害人的人先 这根本不可能 我们还是走吧 这个任务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欲袍老者 脸色无比难看 定住身形 不敢再往前飘 就如同进入到 太古巨兽领地 越是靠近 越是容易惊醒 到时候 死的恐怕就是他了 祖沙回头 面诞怒意 赤道 废物 你竟然敢临阵退缩 抗命不从 祖沙大人 属下修行不易 在灵界修行七万年 才堪堪飞升成仙 却又在击沙 魔猿之影的时候 被魔猿污染了 坠入魔道魔化成魔神 属下还想回归先庭 不想真的隐落在此 绿袍老者摇摇头 缓缓退后 哼 你真以为你回去了 你这条小命就能保得住 苏沙冷笑道 这话让绿袍老者脸色一沉 大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实话告诉你吧 这次并不是简单的刺杀 明面上 我们二人降临下界 是刺杀里边那人 为太上魔宗 还有魔盒被抢的六十四座魔城报仇 但实际上 这次的任务是灵谷大人暗中吩咐的 不完成任务 纵使回到魔界 灵谷大人也会将你我灭杀 你应该也知道 灵谷大人杀我们 就像捏死一只蝼蚁那般简单吧 祖杀冷冷道 里边那人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绿袍老者越听 脸色越是难看 他原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降临下界 灭杀下界人仙 轻松无比 转一圈就行 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任务竟然跟灵谷大人扯上关系 很显然 里边那人身份特殊 很不简单 你既然想知道 好 那本作就告诉你 里边那人是魔祖昭旭的目标之一 之前还是名声不显 不过 灵谷大人从六道魔地口中得知此次的存在 立刻派我们二人降临 灭杀此子 阻杀面无表情道 魔祖女婿 绿袍老者一听 整张脸黑如锅底 魔中闪过恐惧之色 完了 竟然是魔祖女婿之一 若是让魔祖得知此事 他绝对是必死无疑 死得透透的 不 以魔祖的手段 他绝对会被折磨一万年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你现在知道了一切 是选择回去 被灵谷大人杀死 或者被魔祖抓住 永生永世不得超生 又或者是跟本作灭杀里边那人 完成任务 回去向灵谷大人赴命 得到灵谷大人的崇赏 祖杀居高临下 冷冷问道 这下 绿袍老者脸都绿了 但谋中血光一转 拱手一败 一切听大人吩咐 很好 你很聪明 祖杀点点头 转身继续潜入 绿袍老者只能硬着头皮 跟着祖杀 靠近寝宫 动作无比轻盈 很快 二人顿穿虚空 进入到寝宫里 映入眼帘的 就是盘坐在玉榻上 双眸微臂 浑身原始魔气 澎湃汹涌的路前 气息之害人 震慑神魂 是原始魔气 绿袍老者瞳孔缩成针点 差点失声惊叫出来 别吵 这人修炼原始魔气 已经达到一个深不可测的境界 对于危险 杀鸡的感应无比敏锐 不能泄露半点气息杀鸡 慢慢靠过去 阻杀双眸闪过寒芒 一寸一寸的 飘向路前 绿袍老者也只能跟着 越是靠近 二人越是感觉到原始魔气的霸道 凌驾万气的威压 就连身上的真魔之气 都隐隐有种沉浮 失控的架势 这家伙得一击必杀 二人相视一眼 脑海里不约而同地浮起一个念头 于是 二人掩藏心中杀鸡 如履薄冰的 无比缓慢 飘落到路前身后一丈 阻杀眉心的法眼更是闪起光滑闪烁 不知催动什么魔兵 竟是将二人的气息掩盖到一点都没有泄露 让路前丝毫没有察觉 终于 二人靠近路前身后一尺 体内真魔之气 无声无息间运转起来 就要爆发雷霆杀招 将路前当场轰杀 就在这时 路前身旁 一团紧靠着他的五彩光球 漠然一亮 一双乌黑冰冷的眼眸 浮现在光球之内 面无表情地盯着二人 二人浑身猛地一颈 然后 他们就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这无彩果冻般的东西 裂开了一张大嘴 猛地吞噬而来 与此同时 一股镇压一切的黄黄天威 轰然镇压在心头之上 让人念头都停止转动 无权无尽的恐惧 从神魂深处浮现出来 那种恐惧 就像是直面铃骨大人 不 是直面魔祖大人 被震慑得连半根手指头 都动弹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大嘴吞噬而来 将它们一口吃掉 下一个画面 它们眼前一黑 看到的 是大嘴之内 无穷浩瀚的星空宇宙 它们被吞了 这只五彩果冻肚子之内 竟是一个星空宇宙 无边无际的浩瀚宇宙 而且 在这个宇宙深处 它们似乎看到了一座熟悉的门户 亘古存在 神秘玄傲 蕴藏三千大道的门户 那是仙庭之门 第0820章红纱模组 小女娲 你怎么醒了 这时 路前感应到动静 睁开眼眸 回头一看 就看到自家小女儿 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 爹爹 保小女娲眨了眨眼眸 呆呆地吐出三个字 然后 张开大嘴 莽得一吐 哗啦啦啦的 一大堆血色石头 从他嘴里喷出 落到地上 堆成两座小山 嗯 这些石头 路前脸色微变 张手一射 将一块血色石头 扎在手中 入手冰凉刺骨 定眼一看 石头赤红如血 里边青着万千血丝 在石头的内部 还凝着几滴 青豆大小的叶珠 魔戒血精 这是魔戒血精 魔神陨落之后 一身仙力修为所化 精纯无比 欲含鲜魔法则的金石 乖女儿 这东西哪里来的 路前神色微宁 握着血精 轻声细语问道 痴痴小女娲 苏软乃音响起 又张口一吐 吐出了一大堆的杂物 衣衫 五金矿物 丹药瓶子 密集古卷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 顿时堆满了寝宫 陛下 发生什么事了 蛙儿 这时 鸡瑶听到动静 也苏醒过来 看到小女娲没事 脸上的担忧才立刻散去 没什么事 只不过是两只小老鼠 吓到了蛙儿而已 路前笑了笑 念头一动 宝物扫描开启 一连串系统提示 在脑海之中立刻响了起来 你发现了魔戒血精 回收奖励一百万侠义值 你发现了魔戒血迹种子 回收奖励三万点侠义值 你发现了宝物灵煞玉 回收奖励二十万点侠义值 你发现了神功 魔玉灵胎大法 是否收录 看到这一大堆的东西 鲁拳双眸遗寒 神色微微冰冷 有魔神入侵了 而且 还潜入了皇宫 近在咫尺 自己却没有任何的发现 甚至乎神兵锁龙魔蛇 都没有半点感应 幸好的是 入侵的魔神 被自己的小女一口吞掉 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没有半点迟疑 路前开了嗓描 探测整个大前 甚至乎整个正义道忙的 魔凶魔神 天下士军系统 已仔细查看了一遍 并没有什么发现 陛下 没事吧 鸡摇帘不轻易 走过来 抱起小女娲轻轻抚着 关切问道 正在这里 又怎么会有事 不过 这次还真得多谢我们的女儿 是她吓走了那两只小老鼠 女儿真乖 路前笑着摸了摸小女娲的脑袋 这让小女娲很是舒服 享受 片刻之后 小女娲双眸一眨 身上五彩滑光一闪 继续陷入了沉睡 见此 鸡摇也抱着她一起睡觉休息 恢复元气 哼 魔戒魔神 路前神色冰冷声寒 目光在眼前的杂物中一扫而过 这次要不是她的女儿 恐怕还真会遇到危险 纵使没有危险 但答起来 大前恐怕也会生灵涂炭 很显然 这是跟太上魔宗 魔戒那边脱不了干系 魔玉灵胎大法 路前沉吟片刻 大手一抓 从魔戒晶石之中射出一卷血涂 将血涂缓缓展开 足足有十丈余长 上边刻画着78个魔神 还有诡异圣人的魔纹 以及灰色难懂的修炼法门 魔玉灵胎大法 血和魔祖依照魔源污染先人的方式 创造出来的一门奇门武功 诡异阴 修炼之后 将魔器练作一枚灵胎 打入敌人体内 直接爆炸 可直接炸毁敌人肉身 也可暗中潜伏 蚕食敌人血气 可惜 练出来的魔玉灵胎 极易失控 稍有不慎 则会反噬己身 不愧是魔戒魔功 鬼邪阴损 路前神色微冷 目光一扫而过 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但也没有放弃 继续在血精堆里寻找 很快 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本书籍 或者说 是日记 翻开第一页 就感觉到一股滔天般的恨意 扑面而来 直接上边写道 恨啊 恨啊 陈赫纳斯 竟然趁我不被 偷袭于我 让我被魔源之影打中 直接魔化 沦为魔神 此仇不报 此生怨魂不散 杀杀杀杀杀杀杀 魔戒的第一天 被一个魔神 抢走了先兵 那个魔神叫大元 杀杀杀杀 魔戒第五千七百年 修炼中 修炼结束 趁机出去 偷偷杀了一只魔神 吞了他的魔戒血精 修为略微精进 魔戒第九千六百年 随祖杀大人下界 去击杀一个下界人仙 正好趁机下界 吞吃几亿生人 活人的血肉香气 比魔神的肮脏腐臭之气 真的太香了 不枉费尽好处 八戒祖杀那个黑心鬼 不过 祖杀是灵谷魔皇的徒孙 搭上这条关系直了 日记戛然而止 祖杀 灵谷魔皇 路前握着手里的书籍 神色微尘 与此同时 魔戒灰蒙蒙的天空 如烟如雾的纯黑魔气 形成大风暴 遮天蔽日 当中却有一座白骨宫殿 通天之高 散发出无边魔威 灵谷 你的徒孙祖杀 似乎已经死了 忽然之间 一道略带幸灾乐祸的清脆声音 穿透魔气风暴 传达进入白骨宫殿里 废物白骨宫殿里 立刻响起霸道威严的声音 让人一听 就感觉像是掌握千军万马的大将军 威势无边 此人 似乎就是白骨宫殿的主人 灵谷魔皇 这时 那道雌雄南辫的清脆声音再度传来 灵谷 你也太心急了 刚从魔河口中得知路前的存在 就急忙忙地派人去杀那个路前 你不怕红沙魔祖苏醒之后 降醉下来 直接将你抹杀吗 谁都知道 红沙魔祖起床气很重 若是让他知道你派人杀他看好的女婿 分分钟一脚将你踩爆 那你怎么还不去禀报 七大魔皇之中 你不是最想让我死的吗 灵谷魔皇半点不惧 嘿嘿 我早就已经去禀报了 不过 我可没有那么蠢 是让一个替死鬼帮我去打小报告了 清脆声音笑透着几分得意 话音刚落 一股恐怖威压降临下来 天地之间 真魔风暴骤然一指 全部溃散 咔咔咔 甚至 白骨魔宫都受不了这股浩瀚魔威 当场爆裂 浮现出数十道巨大的裂痕 如珠网斑蔓延开去 天空之上 妖艳红光大亮 凝结成一个红纱少女 勾楼盘坐着 双眼朦胧 青丝衣衫凌乱 似乎刚睡醒的模样 她双眸睁开 挠了挠头 咦 我这次醒来是准备干什么来着 拜见红纱魔祖 这时 清脆声音响起 魔祖大人 灵谷蔑视您的威严 擅自派人降临下界 去抹杀您看中的女婿 还请你则发贪哦 原来是这事啊 红纱少女一拍脑门 恍然大悟 转头道 灵谷 你要动我的人 显然是没有将我放在眼里 看来 你这魔皇是不想当了 允若霸说话之间 伸手伸手 在玲珑赤足间扣了几下 玉坛纸 化作一柄晴天巨大的针魔器件 朝着白骨魔宫一展而下 慢着就在这时 滚滚血河凭空冲刷出来 瞬息间将针魔器件淹没 吞噬 同样庞大浩瀚的魔祖威丫 从血河中散发出来 红纱 没必要为了区区一点小事 就狠下杀手吧 原来是血河你这老头 红纱少女双眸一咪 轻哼道 灵谷要杀那人 是我看好的女婿 她竟然敢派人去刺杀 分明就是不给我面子 真以为我的女儿喜欢她的儿子 就能如此肆无忌惮 红纱给老夫一个面子 血河之中 苍老的声音传达出来 给你面子 红纱少女听了 眼转一转 冷笑道 好 就给你一个面子 三年后 朝旭之日 我再来找她算账 话音一落 身影怦然消失 红纱算得真准 三年之后 朝旭之日 魔缘退朝 先停重现 好好好 就等这三年 灵谷 你别让老夫失望了 血河之中的苍老意念传下 然后 血河滚滚散去 一切恢复了平静 三年吗 白骨宫殿里 灵谷魔皇 声音变得冰寒 缓缓吩咐道 来人 准备一下 三年后去接路前的人 换成我们的人 路前 必须死